你自己在選前說什麼 如果共濟不了台 你才會辦雙城論壇 那請問現在這個承諾到底有多少 我一直強調我們的原則就是 對等尊嚴善与互貴 可是是您對選民的承諾 我們也一定會遵守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會依照中華民國的違反 所以您就是要對我們議會的殿堂 跟所有選民說 你要背棄選民的承諾 這幾個是您自己所說的 副總統 他在上個星期公開表示 好 要透過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來說 中央的態度 一直非常的明確 兩岸交流的態度 中央一直非常明確 而您非常準確 您在選前說 您做的三個錢都來不去 而你選後 你只會說 台灣不要放棄 和中國合作交流的機會 時間暫停 市長 這是賴清德你們民進黨總統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時間暫停 請您追蹤議會 請您追蹤我質詢的權益 請您不要再講廢話 或者是主席 主席 請您請市長不要反質詢 我哪一句話是反質詢 議員 我都在表達我的回答 請您尊重我的質詢時間 好 您不覺得是反質詢 您就是在電解 您就是在講廢話 我們新北市有齁齁做百姓 台北市將將講廢話 都是在欺騙市民 好好請暫停 好好問好好答 前幾次的雙城論壇 每次我們都會吃豆腐 我們都會中共吃豆腐 您這次有任何的方法 您的身份 您到底會出席雙城論壇 上個星期五月十八號 陸委會 好 市長我想你也答不出來 那我現在要請問你 您要怎麼樣子 來預防說 您的身份被中澤臺吃豆腐 我們現在看下一張的談判 下一張話會 甚至說他願意提供適當的協助 他甚至取台北 直接暫停 不好意思 直接暫停 我們經驗要延續下去 議員你要公開打臉陸委會嗎 這是中央民進黨執政的陸委會 所講的 他樂見 你認的是您的態度 您要怎麼預防 我們被吃豆腐 這是中共的市府 需要處理的問題 好 市長您答不出來 我再問你下一題 我們完整的答覆議員 我們很理性的來對話溝通 市長我不感覺到你的理性 我感覺到你就是在逃避 您從你的專愛報告 到你的回答 沒有逃避的啦